杏仁是果实内、果皮内的杏子种子 在种子周围形成一个硬壳 称为Perina石头霍孔 它的核含有苦杏仁肝 这是一种有毒化合物 其浓度因品种而异 苦杏仁肝与相关的合成化合物 苦杏仁肝一起作为一种替代癌症治疗方法上市 然而,研究发现这些化合物对治疗癌症无效 苦杏仁肝是一种有毒化合物 其浓度因杏仁的品种而异 杏仁是果实内、果皮内的杏子种子 在种子周围形成一个硬壳 称为Perina石头霍孔 它的核含有苦杏仁肝 这是一种有毒化合物 其浓度因品种而异 苦杏仁肝与相关的合成化合物 苦杏仁肝一起作为一种替代癌症治疗方法上市 苦杏仁肝与相关的合成化合物 苦杏仁肝一起作为一种替代癌症治疗方法上市 苦杏仁肝也称为维生素B17或苦杏仁肝 是一种在许多水果的种子中发现的化合物 包括杏、桃、苹果和樱桃 苦杏仁肝是苦杏仁肝的合成形式 源自杏仁的种子 是的 研究发现苦杏仁肝和苦杏仁肝对治疗癌症无效 苦杏仁肝也称为维生素B17或苦杏仁肝 是一种在许多水果的种子中发现的化合物 包括杏、桃和李子 它被宣传为一种癌症治疗方法 但没有科学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事实上 研究发现苦杏仁肝和苦杏仁肝对于治疗癌症无效 甚至可能对身体有害 杏仁是果实内、果皮内的杏子种子 在种子周围形成一个硬壳 称为Purina石头或孔 它的核含有苦杏仁肝 这是一种有毒化合物 其浓度因品种而异 苦杏仁肝与相关的合成化合物 苦杏仁肝一起作为一种替代癌症治疗方法上市 然而 研究发现这些化合物对治疗癌症无效